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来说 在癫尖患耳感冒发烧的时候 家长有一个错误的行为是 擅自听用抗癫尖药 因为他认为 吃抗感冒药和退烧药 跟抗癫尖药有解抗作用 实际上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因为在发烧的时候 癫尖患耳可以诱发它发作 而且发作是比较重的 因此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不禁不能挺扛癫尖药 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 还要加量 加用扛癫尖药的脊量 这个女方塔发生持续颠间状态 因为颠间发作一次 脑细胞就会伸伤一次 甚至发生持续颠间状态的时候 它可以威胁脑神经类细胞的死亡 甚至发生脑水肿 脑水肿严重的时候 会引起呼吸衰减 甚至有生命危险 所以说 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要和颠间药同时使用 但是在服药困难的时候怎么办 比如说又有退烧药 那么又有感冒药 这个拥有颠间药 可以错开 可以错开半小时到一小时服药 这样不影响药价